您好,我是您的朋友老崔 现在我们这个模型进行到目前阶段呢 需要把这个树的纹理给它细致一下 我们用这个笔刷从下往上 沿着这个树木的扭动曲线往上走 到这个位置 往下一点点 侧面这条线给它加深一下 然后这些线都给它深刻一点 让它整个看上去呢更加立体一些 我们把这个托尾加大 轻轻地往上走 这一条线给它深刻一点 在画的时候不要与其他的线形成平行关系 形成平行关系是很丑的 做模型的过程中除了铁道是平行的 其他没有什么东西是平行的 在一个工业产品里面是平行的 像这种自然的东西不可能存在平行 即便说现实中存在 但我们游戏中绝对要避免这些问题 在这里 小心一点 这条线 这条线给它明确一下 我们现在这么做呢 完全是为了法线 让它更加烘焙出来 烘焙出的法线 让它更加漂亮 里面的这个位置有点空 也给它深刻的画一道 这种雕刻的东西 石雕或者是砖雕 现实中看那种石雕砖雕 它们雕得很细致的 所以我们这个呢 尽可能的吧 尽可能的细致一些 里远看不要太乱 要把这棵树上面 这个树皮上的结构 尽可能的用这种笔刷 以层次的方式 给它表现出来 像我们在公园里看过的盆景 对吧 人家还是自然长出来的东西呢 都那么有层次感 更何况我们这种人为的东西 更何况我们这种人为的东西 再来一道 再来一道 侧面 从旁边 盘旋 向上画 让它像一条蛇 让它像一条蛇一样 蜿蜒 向上 不要死个钉的 直接戳上去 那样会很丑 整个线条带有带有节奏感 还有上面的这一条也是 我们下笔的原则呢 就是结构线 一方面是结构线 另一方面就是那些比较空白的地方 空白的地方 不要让它看着太空 整个模型呢 要给它一种疏密有序的关系 有锐利的地方 有模糊的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用拍屏笔刷 把它的那种快撞感 给它表现出一些 我之前说过啊 这个东西 现实生活中 员工就是没有谋编呢 然后做的很完美啊 这个是OK的 但是在游戏里面呢 做的完美 太光滑 这种是比较犯迹啊 游戏里的模型 尽可能的都让它具有一些 啊 快面啊 棱角啊 或者是说 不那么完美 这种不完美 这种不完美是相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物件来说的 即便是我们做一件衣服 或者是做一个板凳 哪怕是做一个小棍 上面也需要有很多的变化 就是那种啊 什么破损 然后或者是掉漆 或者是脏迹 用这些东西来表现 像这种 如果说是一根脏脏的小棍呢 弄到现实生活中 你绝对不会选它 对吧 但是游戏里面这么做 就是为了让游戏更加 具有美感啊 这些物件看起来更加具有美感 是这么一个目的 完美的物件在游戏场景里面出现的时候 它就是实真的 树枝啊 让它盘旋着 也不是盘旋 就是 像画眉毛一样吧 所以这个这个小小结构看着像一个鸳鸯的脑袋 就是像画它上面的毛一样 怎么好看怎么来 怎么舒服怎么来就可以了 这地方有点空 和这些小数字也是一样的啊 你要给它画上线 因为线上来给它表示出来 不然张帖看起来会很丑 不然张帖看起来会很丑 像这种 这种比较细致的地方 再小的地方 它也是会有一些细节存在的 我们画的时候也要注意啊 因为那个贴图的大小呢 就在那里啊 像素关系就在那里 所以说做这种细小的东西的时候 自己心里面一定要有个数 就是 到底能多大细节能轰得上去啊 根据这种 这也是经验的一种吧 根据经验来来做这个东西啊 超过一定的像素的东西 就是小 那叫什么呢 小于像小于几个像素的 就没必要再做它了 因为做完也轰不上去 做的太细致了呢 轰出的法线上面就是噪点 所以这个 这个东西一定 注意一定要注意起来 像类似于这种问题 我即便说现在跟你讲啊 你可能很难理解 这个就是完全是一个经验上的东西 实际有很多的内容呢 不是说老师讲完了 我们就能吸收掉的 必须有些事情自己要 要经历过失败啊 上当几次 才会对这个东西产生 足够的认识 下面这个结构就给它深刻一点 这样它轰出了法线呢 下面它才能是条线 而不是一个 像类似于那种 很缓和的法线结构 然后上面这些画纹 我们也都用这种提线的方法 把它们都走一遍 模型精不精神 跟这些线条 它的那个边的锐利情况 其实也是有一些关系 但是画它的同时呢 还是原则是疏密有序 不能都是一个 一个一个劲啊 下笔用力太平均 整个模型看着它会很平 像有的公司要求我们场景 汇热汇纳 啊 spand tree啊 地形的那个 有什么用 你就像这种 这种高模上的树 用spand tree能做出来吗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什么人做什么事情啊